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四部百看不厌的电视剧,杨子、赵金脉各有一部,你看过几部? 最近,有四部电视剧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,这些剧集的演员包括了当红、小花杨子和赵金脉。 这些剧不仅受到了观众的喜爱,还给观众们带来了很多的讨论话题。 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一下这四部剧集的来龙去脉,网络上的反响,类似的事件,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最新进展。 第一部电视剧是《阿麦从军》,其中杨子饰演的角色成为了观众关注的焦点。 故事讲述了男主角常玉清将军和女主角阿麦之间的故事。 剧中,常玉清将军对阿麦充满了爱意和关怀,他不仅希望能够帮助阿麦报仇,还表示希望他们不要在战场上再次相见。 该剧中男女主角之间的强强对决也引发了观众的热议,他们的感情发展也让观众们为之心动。 第二部电视剧是《狗胜快跑》,蒋龙在剧中饰演了一个穷孩子狗胜的角色,而赵金脉则扮演了正义热血少女陶子。 这部剧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演员,比如蒋义和叶刘等,他们的表演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剧中呈现了一系列搞笑的情节,让观众感受到了喜剧的魅力。 第三部电视剧是《要久久爱》,剧情主要围绕着黄影子和方明宇,这对小时候的好朋友展开。 剧中的情节让观众感到唏嘘,他们曾经亲密无间,但如今却不知彼此的联系方式。 剧中呈现出的职场挫折和心理压力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,触动了大家对于友情和成长的深思。 第四部电视剧是《在暴雪时分》,吴磊和赵金脉分别饰演男女主角。 这部剧以现实生活为背景,展现了青年们的成长和奋斗。 观众们对于吴磊和赵金脉的演技给予了高度评价,而两人的演出也强化了剧中的青春氛围。 剧中男主角的努力和逆袭也给观众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。 这四部剧不仅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,也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 首先,这些剧集的热播增加了演员们的知名度,他们在演技和形象上取得了进一步的突破,为他们未来的演艺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 其次,剧中呈现出的情节和角色塑造让观众们产生共鸣,引发了对于友情、亲情和成长等话题的讨论。 这些话题对于现代社会中的年轻人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。 最新进展方面,这四部剧的播出时间并未结束,还有一些剧集正在持续更新中。 观众们对这些剧的剧情、发展和人物命运表示了强烈的关注,他们期待着剧集的最终结果。 同时,由于这些剧的热门程度,也有可能会衍生出各种话题和事件,这些事件将继续影响着这些剧集的发展和演员们的事业。 总的来说,这四部电视剧的热播引发了观众们的热议和讨论。 观众们通过这些剧集,重新审视了友情、亲情和成长等话题,同时也对演员们的演技和形象给予了高度评价。 这些剧集对于演艺事业的发展和观众的心灵影响有着积极的作用。 相信随着剧集的发展和进一步的推广,这些剧集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成功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些剧集的未来,为热爱影视剧的观众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欢乐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